大家好,我是松火球 今天算是一個微紀錄 主要是紀錄我這個油錶 因為這個油錶 上次要弄東西的時候 我就把線組拆掉 這個油錶當初我是亂接線的 所以說這油錶沒有很穩固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 然後去我們的電子材料行 買這個4PIN的接頭 要來重新把它接回去 然後做快速接頭 對,那就開始吧 那在弄的時候 我也不小心把我們的這個電線弄斷了 所以說我也拿了一個新的這種接頭來接 可是這個好細喔 不過規格應該是一樣的啦 應該短時間內應該不太會壞 那就不管啦 那我有去買這個勒索套 然後壓接端子來接 那我們接油錶其實還蠻簡單的 油錶就油錶跟一個錶燈嘛 那油錶三條線 一條正電 一條感應線 一條負電 錶燈是一條負電 一條正電 所以說錶燈的負電跟我們油錶的負電 可以接在一起啊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4PIN就夠了 那要用6PIN也可以啊 那可能就是你要再多花點心思去接 好那我們套上我們的勒索套 跟我們的電線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壓接端子壓起來 壓 嘿 好 壓好之後示範看會不會掉 不會掉的話我們就可以用勒索套把它套起來了 那我去找一下打火機喔 好的那我找不到打火機 所以我們就先繼續來弄接線吧 然後 這個是正電嘛 我們再把負電也接起來吧 負電是 這一個跟 接地 這兩個是負電 那我們會把兩條線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後再 把兩條線接在一起之後再 接到同一條線上 同一條這個快速接頭上面 好現在來把它焊起來 來 焊得有點醜齁 不過沒關係能用就好 剛剛有稍微用力拉了一下 應該是不太會掉 熱索套套起來 好啦我差不多接線 接成這個樣子吧 那之後會用熱風槍把它吹一下 吹風機然後打火機 因為我現在找不到打火機 對 那我現在打算要把這個 嗯 記號標一下 然後就用我的電火布 配上我的油漆筆 然後做一下 像這種簡單的標記 剩下另外兩條線 一條是錶燈 一條是訊號線 好 那就來標記一下吧 好了 那我剛剛已經把我們的 嗯 線材整理好了 然後都標上了那個 它要裝的哪裡啊 那我這邊也是 找出了我需要接的線啊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看看吧 首先這條有點短的這條是我們的訊號線 這條是從主配線上面直接接出來的 因為我想說以後我應該都一定會裝著油錶啦 就不太可能去用油燈了 所以說主配線我就放在這邊 那還有再來就是這個是 嗯 我的時速錶 里程錶的 正電跟負電 那一個是接我的錶燈正電 因為就是 開大燈的時候錶燈提亮嘛 它負電就是接那個 油錶負電跟 錶燈負電 然後都接在這裡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是 離合器的安全開關的正電 我覺得還蠻剛好它在這邊的 所以我就接了它 還不錯 因為離合器安全開關 很少換啦 非常少換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 啊我最後一條線是從我們的主配線裡面 拉出來的 所以說應該還可以吧 那我們就先把它全部接上去 給大家看一下成品長什麼樣子喔 好的那我大概弄成了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用一組的快速接頭 跟一些我們的一個個別的接頭啊 然後做成了一個類似這個樣子的感覺吧 那我做好了線也接好了 然後剛剛做好的這一條也在這裡 好我們把兩個接起來喔 然後之後這個頭的顏色 我應該會用油膝筆畫一畫啦 這樣可以比較簡單的區分說 它是哪一個東西 好我們塞進去 欸這頭好卡喔 好了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先開個電 開電它應該就會動了 有了動了動了正常動了 那我開燈它應該會亮 沒有亮了 有點不明顯啊 這是太正常了 好這樣子我們就接好了 好那現在我就要 哎呀好緊 把它稍微用電火布做一下隔圓 絕圓 然後這次我的那個訊號這些紙都會留著 那我兩邊都有做啦 就怕有一邊掉了 然後就不知道那條線是什麼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我弄好是什麼樣子 好的那我現在借到了一個 我現在我剛剛借到了一個吹風機啊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熱索套吹一吹吧 那應該蠻大聲的 大概長這個樣子啊 這個好像有點沒有很好 等一下再用電火布再稍微補強一下 然後把全部的都吹一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吹好的熱索套吼 還不錯吧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做一塊那個防水層 那一般都是用電火布直接採 那我這邊多了一塊這種塑膠布 這就是比較厚的塑膠袋而已啦 然後我們把它捲起來 再用我們的電火布貼上去 這樣電線之後拆下來的話 就比較不會黏黏的 放上我們的自製錶架 那我原本是想要換錶架的啦 但是今天好像時間沒有很多了 所以我們就用之前的表架就好 以後的事情以後再鎖吧 我把它放上去就對了 好的那我已經把它鎖上去了 不得不說 我以前到底什麼想要這個鎖法 真的太厲害了 現在我可能想不到這種方法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鎖緊 最後就是我們把這個餐具 這個好緊繃的大燈喔 踏進去 差不多好了 就可以收工了 趕快把燈裝回去就可以了 好 踏進來了 把它接上 快速接頭 好 好 這個線用的有點長喔 用那麼長不太好 因為這個 大燈的空間本來就很緊繃了 會不會沒關係啊 應該關的起來吧 大概吧 好 那我們再把這些大燈全部鎖回去就完工啦 好那我們最後就弄成這個樣子 還不錯吧 那這個是我之前裝的錶啦 然後它 因為上次被人家弄堡 歪掉 所以現在整個錶看起來都是歪的 然後 對 然後這個油錶是我很久很久以前裝的 所以說 那時候沒有什麼太多的改光經驗什麼的 所以導致整個 導致整個錶就是超歪的 沒關係啦現在已經能用為止好不好 因為目前 這台車有點問題啊 之後可能會修復之後才能騎 目前是不能騎的狀態 好吧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囉 我要去SOP的垃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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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